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2月1号 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中国画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究竟是习近平出的险招 还是下了妙棋一招 而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访问台湾 沿途遭到民众的抗议 他要如何感受台湾的心跳 今晚的海峡论坛要和您一同来讨论这两个话题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呢 要讨论两个跟两岸关系非常密切的话题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如东宁所说的 中共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呢 它的这个军事还有政治外交效应逐渐的开始 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发酵了 我们要请两位来宾来探讨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后续会如何发展 我们要如何来观察 那么其次呢 就东宁刚刚也提到了 海协会会长这个陈德明到台湾来访问 那么究竟在台湾也引发了一些抗议啦等等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陈德明这次访台 那么在台北与我们共同讨论今晚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的呢 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 那李华秋先生呢对于两岸情势还有两岸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对我非常深入的了解 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华秋先生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李先生您好 好的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 欢迎李华秋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两岸论坛的评论员沈彤先生 沈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李先生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00-801-148-940 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中国国防部23号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 美国的两架B-52轰炸机 26号从关岛起飞进入这个区域进行训练 随后日本和韩国的军机 也在29号进入了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国空军发言人声称 中国歼11等主力战机曾经紧急升空应对 掌握各国精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情报 与此同时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编队 也在28号穿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以西进入南海 而美国的尼米兹号和华盛顿号 两个航母战斗群也都将在这个南海海域来部署 加上已经抵达菲律宾的日本伊士号 美中日三国四个航母战斗群 可能会在南海不齐而遇 而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近20多年来南海海域第一次 有这么多重量级的航空母舰聚集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童先生 来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整个情势的发展 是一处其发呢 还是说还在各方的可控制范围之内 首先我要谈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 他有一个讲话 他就是说这个航空识别区不同于领空 航空识别区事实上它是个缓冲区 他是希望你进入我们这个缓冲区的时候呢 跟我打一声招呼 免得擦枪走火 免得发生意外 如果你没有打招呼 那发生了意外 有你负责 所以呢 当美国这个B-52进去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任何动作的 他们说他们升空什么 但是按这个大陆的网友很揶揄 他们说你们自己才是纸老虎 有这种声音 所以说他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很大 一开始很大 但他缓和下来了 所以美国也发表就是说 希望他们民航不是军机 民航系统呢 就遵照这个大陆的规定 就递交这个航空书 所以说在这两方面 我觉得缓和下来了 那日本呢 日本当然说他不同意美国的说法了 他还坚持说法 因为中国大陆这次 为什么提出这个航空识别区 其实就是针对你日本 在去年把钓鱼岛 说为国有的一种反应 持续的反应 那日本要注意到就是说 他是第一个改变现状的 当然他们美日当时谴责中国大陆 就说你为什么改变这个现状 但是中国大陆就反过来说 是你们 是日本 去年他先把这个钓鱼岛 收归国有之后 你先改变现状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美日今后要跟中国大陆 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共识 其实大陆可能跟你日本来一场消耗战 持久战 因为你日本离这个钓鱼岛远 台湾是最近了 大陆是次进 如果我海间船转一转 我飞机转一转 你疲于奔命 所以日本要这个准备 我想最后呢 最后当然最好的结果 就是像马英九总统讲的 双方先摒弃这个意见 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上谈判桌 但为什么现在 大家态度那么强硬 因为现在是要比气势 我气势大的话 我上了谈判桌 我的筹码就比较雄厚 所以我想这是目前的态势了 但是我并不担心 有大规模的冲突 你说小的擦枪走火 大家不想口水战 这个事还是免不了的 再持续几个月 我想一直都会发生 好 谢谢沈童先生 刚刚沈童先生也提到了 这个目前美国的态度 跟日本不太一样 是建议它的民航 能够通报中国 有关于这个飞航计划 看来有些分析人士认为 说这是美国的态度 出现了软化 那我想继续请教 在台北的李华修先生 有关于北京方面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们看这一次 这个中国宣布要华设 东海防空识别区 看来是有机可循的 事实上在这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呢 中国的朱日大使馆 就已经开始侨民自愿登记的工作了 因应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 能够协助这些侨民 一些帮助 那么在三中全会之后呢 也马上宣布要成立这个国安会 接着十天之后 就宣布了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了 有人认为说这个时间点 刚好也选在了 在副总统美国副总统拜登 马上就要启程 今天就要启程到这个亚洲访问 所以这个美国的态度 开始要为一些两方的对话 做一些缓和的铺垫 那么整个这个中国的决策 您看来是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出招 还是说有人认为说是一个险棋 您是怎么看的呢 是的 这个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完毕不久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引起这个各地区 或者是主要国家的这个注印 事实上我认为它不是一个险招 以中共长期以来 对于这一个重要的这一个 情势的这一个局面的掌控 或者是重要的这一个布局的话 它不会是一个轻而易举就出动的一个招数 因此你在三中全会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呢要准备在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么提升到由国家主席来做这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一个领导人 目前的这一个相关的情知或相关的报道是这么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一次中共在三中全会召开完不久 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 应该是在之前就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策划 那么在横观整个东亚局势的这样一个演变 在横观中美之间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变化之后 会不会产生新型大国关系的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 我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 所以我觉得从新型的大国关系 再推展到新型大国的这个对抗的话 我认为这里面有软实力跟硬权力的这个对抗 东海这个防空四北区的这个发布来看的话 表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这样 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这个挑衅的动作 实际上我认为这里面不无值得观察的是 中共在软权力的这个铺张之后 它有没有更进一步能够达到它 对在国际要扬威的这样 一个目的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观察 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不是一个险招 而是一个从硬权力到达软权力 这样子一个软硬并进的一个战略的 这个企图的这个铺成 这个我相信在未来的中美新型态的 这个对抗当中会有更进一步 值得我们观察的所在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先生的分析 回到华盛顿现场 除了回应刚才李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 你想请教你有关日本方面最近的一些动作 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中其实提到了 这是日本方面 第一个它是否定了说 中国的这个最近的战斗机曾经升空 好像意思是说 我们的这个监视非常的全面 如果你真的有升空应对的话 我们应该会看到 看来这个中国的这个战斗机 到底有没有升空成为了一个罗生门 另外它也提出了说 希望呢这整个事件交由国际民航组织 来讨论说这个中国华定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 您认为这个上升到 国际组织来讨论仲裁这个问题 是否可行呢 当然国际组织讨论是可行的 但是结果如何 或者中国大陆理不理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中国大陆就是坚持 因为坚持就是钓鱼岛 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他倒没有说一定是属于中国大陆 他是说可以属于台湾 中华民国的立场呢 钓鱼岛是中华民国 台湾省伊兰县罗东镇的 所以这个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钓鱼岛各自表述了 但是呢你说你日本的 你再怎么强硬也好 今天是比实力嘛 他如果没有美国撑腰的话 我想他强硬不起来的 这个日本也非常了解 当初日本宣布钓鱼岛收回国有 美国是非常不以为然 但基于美日安保条约 以及他们是想要围堵这个中国大陆了 岛链的关系 联盟的关系 所以他闷不吭声 没有还是挺日是挺日 但暗地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因为是觉得是你片面改变了这个现状 因为一个主权的争议 你是有治权 主权还在争议之中 你不能收回国有 我想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尤其是我们中华儿女 对这个非常的反感 除了李登辉之外了 他认为钓鱼岛是这个日本的 那我觉得日本的反应再怎么激烈 他真的是要考虑到这个后续的效果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你知道中国大陆观光客一旦登日的时候 那日本商人是怎么阿誉奉承的 因为他们可以到你的精品店 把所有东西一扫而光 那你今天你失去了这块市场的时候 你要考虑你的经济的 因为日本经济可以说刚刚复苏一点 他要考虑他经济的 他千万不要就是说音小失大 所以日本我是希望他 你交付国际仲裁我再成 因为我们要听 我倒是希望看看国际仲裁 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就像我讲的 中国大陆甩不甩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是可行的 但是效果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 但日本还是要稍微收敛一点 我觉得就始作庸者还是日本了 我这么看 好的 谢谢沈童先生 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 您是这个军事方面的战略专家 有个军事方面问题请教 您事实上这个 所谓的化设防空识别区 可能除了这个光讲之外 要看他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实现 后续的一个后勤的一个任务 包括了中国他是说 不管是美国来的军机 或日本来的军机 他都有全程来监控 但是他究竟是不是都在 他的掌握之内 包括了刚才 我提到日本说 中国的主日战机 有升空紧急议队 但是他们并没有监测到 究竟有没有升空 现在双方有不同的说法 您认为第一个 中国有没有能力 在后续方面继续来贯彻 后勤的防空区的一个执行 这是一个问题 再来也请教您 有关于台湾方面的回应 马总统他今天说 这个要透过适当的管道 向北京来表达严正的立场 那么您认为他的态度 又会是怎么样是最好的呢 是沈童先生 是 刚才 东林特别提到 中共有没有后续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来贯彻防空四北区的 这个动作 我想中共既然敢在这个时候 提出这样的一个防空四北区 它当然有一定能力的 能量来做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是会不会在执行这个任务当中 产生不必要的军事的这个冲突或摩擦呢 这才是一个重点 我想中共对这些其他国家的飞机 飞越在这个东海的防空四北区的 增收方面应该不成问题 至于后续的补给的话 那么这就要看中共的这个 后勤尤其空军在后勤补给的这一个能量 跟维修的这一个能力呢 是不是有到达全战备这样一个能力呢 这是指的期待跟观察 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中共的增收能力没有问题 后勤补保这方面 恐怕还有一段的这个日程 要更进一步来展开 它的这个后勤装备补保 跟维修的这个能力 可能还有在值得观察的地方 我不认为他现在就能够 进行到整个全战备这样子的一个 任务的这一个达成 刚才特别东宁后面提到说 马英九总统的这一个态度 他今天呢 刚好台湾那么举行的这个开导会 70周年的一些相关的研讨会 也提了四个主张 这四个主张看起来呢 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 达到宣传的这个目的 不过呢 这里面特别我觉得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四点当中呢 特别讲到最后的一点 他说 我国的民航局啊 为了维护民航安全 愿意依国际民航组织 所定的规范 将飞往东海区域的 本国机 外国民航机的 飞航的资讯 向该区域 民航当局呢 带转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带转的话 也就是说台湾在这方面呢 是愿意配合 不过呢 之前呢 这个第一时间呢 台湾是由这个交通部 民航局呢 将相关的飞航的资料 交给了这一个大陆呢 那么马英九这一次里面 特别提到该区民航当局来带转 也换句话说 因为由这个交通部 民航局提供了这个相关的资讯之后 台湾的这个在野党 以及一些人士呢 都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呢 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日本的这个提供了相关的资讯 是由民航的这个航空公司来提交 台湾是由民航局来提交 这一点呢 是值得进一步呢 再来观察的 好的 非常谢谢李华秋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那继续和两位来宾 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进行交流 博弈 好的 那么谢谢东宁 我就针对刚刚东宁请教这个问题 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首先还是请教李华秋先生 就是说 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话 就要不要递 递这个航空计划 飞航计划怎么递 我们看到 日本是先是由这个飞航的航空公司来递 后来呢 这个 他们的政府就说 你不要递了 后来好像有几家公司 也就没有递了 那白宫是 后来由这个白宫政府 他们说是 跟航空公司说 你最好递这样子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 像这个台湾 就是由民航局来递 递或不递 有哪个单位来递 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 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 是 当然这一次中共 他说请相关的国家 进入在飞航区的时候 就要递交相关的飞航的资料 但是他并没有说 但是他并没有说由哪个单位来递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台湾先行由这个民航局来递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来思考 那么反照日本的这个由民间的航空公司来递 因为其实主要的这个递交的这个资料 就是要来判别这个飞机进入这个中共的这个飞航情报 飞航识别区之后 会不会有其他不良的这个举动 假定没有的话 那么我想由民航单位 或者是由交通部的这个官方单位来递 应该都没有 不过以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势看来的话 台湾的民众或者是反对党 是认为由民航空民间的航空公司来递交 是比较合宜 我个人也认为初步 如果中共没有太刻意说 一定要由官方单位来提交的话 我认为先由民间的航空公司来提交 我认为是比较合宜的 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 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沈通先生 像这次白宫呢 他也是说呼吁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 最好要配合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相关规定 他也是呼吁这个航空公司 但是像台湾的话 就是刚李华秋先生提到在野党 台湾的在野党也就批评了 就是说你怎么递得那么勤快 而且还是由民航局来递的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大陆这次有说 他们设置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就是针对日本 但是台湾现在这种先行表态的情况 会不会反而不利于两岸关系 或者说民间的两岸交流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在野党民进党 他是抓住任何机会 他是绝对不放过 就揶揄或者讽刺一下 这个国民党执政党 所以他这次的反应 我一点都不意外 这是一贯的作风了 但是至于说有哪一个地 或者游民航地 我非常同意李华秋先生 那个是非常恰当的 用不着政府去地 用不着政府 这个还是在 就是说我们也不必把它 自己升温嘛 自己想把这种事情都看淡一点 因为我刚刚提到这是所谓的一个钓鱼台 各自表述的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所反对的是 因为你把中华民国主权的钓鱼台 划入你的防空识别区 而且跟中华民国的防空识别区重叠了 这是一个争议的事情 而且我想就是说 马总统他不满意的就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一点都没有打过招呼 我们有海机会的 有海协会 有海协会 海机会 这个沟通的管道 为什么我一点丰盛都没有 你就自作主张了 我想这是马总统他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那至于说你画 你把这个钓鱼台划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防空识别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钓鱼台 从来一直的口吻就是 钓鱼台是属于中国人的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好压抑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 在两岸和平发展方面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涟漪 小小的拨赖 而且这种事情经常会 以后往后的日子里 经常会发生的 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各种的两岸的各种 服貌协定也好 经济协定一定要往前走 这是台湾避免 这个经济被边缘化的 唯一的办法 所以这次是一个小的拨赖 希望它慢慢就平淡下来 然后两岸还是按照既定的政策 朝和平发展的方向走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 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 海峡论坛 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聚焦 中国画设 东海防空识别区 所引发的争议 持续扩大 这究竟是北京下的一步险棋 还是深思熟虑之后 才输手的战略妙招 稍后在节目的下半场 我们还要带您关注 中国海协会会长 陈德明访台 有哪些观察的重点 点播是现场的来宾 一位是华府两岸论坛的 评论员沈彤先生 一位是中华战略学会的 研究员李华球先生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 您对我们上半场 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先请台北的陈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好 各位先生大家好 首先刚才讨论很多 有关于银行级主动递交 个人也是觉得蛮反对的 因为这给人家 有一点点所谓的台湾变相 已经承认他们所画的 那个航空识别区的联想 所以我觉得马政府 这一点应该可以 最严肃的谴责 那另外就是 简单问题 有资深媒体的人 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 说表示说 从长期的大趋势来看 恐怕未来的二三十年 说不定我们都有可能 亲眼目睹这个过程 就是美国的国势 逐渐越来越衰败 甚至以后会退到 夏威夷那边去 那中共的势力会越来越做大 然后至少整个太平洋 一半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那台湾是 他的意思就是台湾趁早 去归顺北京政权了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不要说台湾了 北从日本南道 甚至到缅甸印度 恐怕亚洲各国都要慎重考量 力寻深入去投靠 以北京政权为核心的天朝 那我请问李华九先生 照这个请还有华府的地区来宾 两个共同插紧算疫情下 照他的论点可能成立吗 未来二三十年来大趋势 美中两国的综合国律对比 真有可能形成这种局势吗 好的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 问到未来大趋势的问题 稍后我们有机会 请两位来宾来回应您 谢谢 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辽宁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 当然是深思熟虑的 首先说华丁东海是 从本质来说 日本的国力 日本的武力装备 经济实力 它根本就是 日本的武器本身就有问题 当然我们的尖师尖师一也好 手刹灵也好 门都是西一代大 日本的F45 这根本就是90年代 跟我们爱美国战机落后 机器没事就出事 像台湾的战斗机一样 首先来说 一旦有擦枪走火的 一旦东海问题上有擦枪 当然了我们要撤枪 几个月我们在 我们民众在网上 就提出撤枪准备 当然主要跟美国和日本打仗 绝不会中国对日本和美国 当然了我们通过 陆基海基的导弹 当然日本有王族 王族灭种的危险 当然了对它进行导弹 对它基地进行攻击 或者干脆就和打击完事 当然中国从50年代 自从跟美国在朝鲜战争开打 一直跟美国 就随时准备和美国打仗 当然美国也都同样的准备 当然了我们中国也希望 美国和俄罗斯打一场仗 当然我们就成功一翁得利 美国随便是 目前世界超级大 我但是伊朗 中国并不是伊朗 和跟中国伊朗 谢谢聊你的王先生 不好意思得打断你 我们今天这个参与讨论话题的 听众观众挺多的 希望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 让每位听众都有机会发言 台湾是新北市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日本的民族性啊 日本的民族性是喜欢偷袭 喜欢偷吃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夏威夷 珍珠港就被日本的舰队给偷袭了 所以中国一定要划设防空识别区 以防日本 小日本会偷袭 至于那个陈德明访问台湾 因为陈德明他是搞经济的内行人 所以内行人看门道 到台湾来到处参访 他可是绝对是有建树的 谢谢 好的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下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 吉林的李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沈从先生您好 中国化这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合理合法 美国有他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中国也是尊重的 日本化他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过分到了 都把离中国的 德江省只有130公里 所以日本这种战败国 都可以在中国家门口 可以说是弃门探户 中国沿着自己的海洋线 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是合理合法的 对于其他国家 承不承认认不认可 那是其他国家的问题 好的 谢谢吉林的李先生的来电 张化的姚先生您好 请说 张化姚先生 张化姚先生 我会换个角度 延续上个礼拜的那个议题 因为国际上是以实力 讲求实力 日本外交官员会跟他讲说 跟日本跟中国的外交官员讲说 你连台湾都不在管辖范围之内 你交易台 你跟我讲什么 台湾都不是你根本就 你交易台 你花说的 有几个防空识别区在那边 这么就是多余的 好的 谢谢张化姚先生 再接一位黑龙江傅先生 您好 保险您的看法 傅先生 你好 我告诉你们 这个防空识别区域 不是那个主权领海 它是一个预警的区域 跟领海有区别的 日本有 美国有 中国也可以有 你们台湾叫过什么 好的 谢谢黑龙江的傅先生 刚才海下两岸听众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有非常踊跃的发言 我想先你在华盛顿现场的 沈童先生来做一个综合的回应 好的 我想大部分的 这个听众观众朋友 他们一般的反应 就是对日本的不满 对日本的不满 我想这是所有中华儿女 共同的心声了 那至于说你 日本人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中华儿女 那么愤慨 就是钓鱼岛 你收归国有 因为一个二次世界大战 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 怎么可以拿取战胜国的领土 因为按照历史的划分 钓鱼岛是属于中国 中国人的 这是另外一位 陈先生就是他所谓的大趋势 他认为说将来 因为中共军力越来越强大 然后美国衰败了之后 那会不会就被吞并了 台湾就被吞并了 我觉得这个台湾人 千万不要忘自菲薄 很多事情操制在你自己 今天中国到了喊的是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所谓和平统一 就是双方要达成协议 你说武力统一 那我们没有话讲 你说和平统一的话 你2300万人民 今天连签一个和平协议 都要公投 和平就是我们要 两岸要和平都得公投的时候 你说要吞并 和平统一 谈何容易 那个没有三五十年 我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我此生 我大概看不到 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也不必这么 妄自菲薄或者悲观 这个大趋势来讲 要说中共的军力 过二十年就凌驾美国了 我想这个还是不可能的 今天美国的国防经费 还是大陆的数倍以上 数倍以上 然后它的武器的先进 也是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的 所以说我觉得说 这种大趋势的考量 是不必担心的 尽量发展自己经历 把民生搞好 这是最重要 好的 谢谢沈桐先生 那么台北的李华秋先生 除了刚才的听证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能够简要地回应一下之外 我想加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 这个应该是北京方面 非常深思熟虑之后 才出的一个战略妙招 那么除了东亚整个情势 它的构想之外 针对美国的亚洲再平衡 整个日本之间的岛屿争端 它可以突破僵局之外 它的这个深思熟虑 是不是也包括 包括在两岸上面的一些布局 包括这一次 他这个提出东海防空识别区 当然刚提到了 这个飞航计划的递交 还有他这个辽宁号 要到南海去 也经过了 这个台湾海峡的中线 这个特别经过这条路线 也是这个 是不是两岸之间有默契呢 还有接下来 我们也会提到 陈德明在这个时候 也来台湾访问 等于是说 在这个美中日紧张之际 两岸之间 好像给外界看起来是 还是制度化交流 照常进行 它的布局是面 这个时间点的 这个想法上面 是不是也包括了 对两岸政策 两岸关系的一种考量呢 您的分析 是 刚才这个陈先生 特别提到 那么美国的这个军力 非常的这个强大 那么也许20年后 中共就有办法赶上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可能 这个中美的这个军力的差距 在相关的这个研究当中 起码差距30到50年以上 这当中除了技术的问题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必须要注意 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军事战略的结构性的这个观念 跟战术的这个观念 都是必须要进一步的 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 成熟之后 才有办法竞争到不同的一个层次 这是第一个 刚才东宁特别提到 相关的这一个 这一次的这个中共的东海 这个防空四北区之后 是不是有牵涉到两岸方面的 这样一个一个思考 我认为当然是有 不过中共它当然这方面 完全都没有提到 不过从这一次的这个 辽宁号的这个航空母舰的 这个也是属于中共的 这个训练舰 那么从台湾的这个海峡 这个这样子通过之后 当然它没有超越台湾的这个海峡中线 沿着这个大陆的东南沿海这样 从青岛这样一路往南这样下来 那么准备进入到南海的这个三崖港 去那边做训练跟补给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中共当然说是 对台湾的这个武力上的这个没有影响 我个人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起码应该让台湾的国军 有必须更进一步提高警觉 这样的一个一个警觉心 否则呢 辽宁号这样的一条航空母舰 虽然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还没有办法全战备这样的一个辽宁舰 是属于训练层级的这样一个舰队 不过呢 这样子来经过台湾的这个海峡 这一个靠着大陆的东南沿海 也不无值得呢 台湾的国军 尤其海空军的必须要在这方面 加强征收跟侦查的这个能力 同时呢 万一在这当中有发生挑衅的动作的话 也必须要有进一步提升到战备 这样的一个能力 否则的话呢 台湾许多的这个人民呢 还是会担心的 好的 非常谢谢李华铁先生 为了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耐心等待加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我们下半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